另外来关心中国江西南昌在今天凌晨一点多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有17个人死亡22人受伤 那伤者已经陆续送往医院急救 至于事故原因还在深入调查 不过当地的交警也发出了提醒 因为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雾气 导致行车视线不佳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也提醒用路人得特别注意